五十號的二十二部 三 移除歷史建築建國北路一段 11項333537395254等六部 七 八十九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 新增歷史建築類別 採登陸制原則尊重所有全人意願 本歷史建築因納多個案範圍 營建築一百零二年提出歷史建築保存維護計畫 並經本市文資會審議通過 經住都中心延續前階計畫提出申請廢紙 一致部分歷史建築 是否符合歷史建築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補助案法第七條 失去原有封號 足夠見面施及其他上市歷史建築價值之廢紙基準 北局本局遂依住都中心之申請案 啟動文資價值文資相關審查程序 八 本局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規定 啟動文化資產相關審查程序 一百零九年五月八日 邀集薛委員情郭委員雄英 王委員會軍王委員維州 召開本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二三項二四八十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備攤 歷史建築鐵路局紀錄斷員工聯動宿舍部分建屋廢紙專案小組備攤 委員意見中則如下 一 委員兼任為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二三項二四八十號 建屋具文化資產價值 二 部分委員同意被子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二一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五十號之歷史建築身份 座落地號為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第一號二九八三零五三二一三二三和四里 部分委員警同意被子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九號之歷史建築身份 座落地號為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二九八一號 三 部分委員同意擴大定住土地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三二四三二五三二八十二三二八十二三二八十六一號等公平 部分委員不同意擴大定住土地 九 專案小組會堂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一 本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二十三項二四八十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華武一 本建築在戰後居住者之息心意維護下完整保存原有建築形式設計及建材 二 具備建築史上日治時期之官設建築特色以及本區鐵道部從業人員之居住區較高等級之官設建築形態 二 為當時該宿舍群的類型之一規模較大且內部保存狀況尚可 原始的空間 門窗 牆面細部均為原貌 華武三 應與其他以公告之建築 歷史建築為一整體容整之範圍 二 五四 原屋主對台鐵之發展歷史有貢獻 二 歷史建築鐵路局基屋段員工聯動宿舍部分廢職建屋部分廢職及定種土地範圍調整 一 部分委員意見為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十 四 四 四 五 四 六 四 七 四 八 五十號 單類型之建物於此宿舍區內類型的數量頗多 建議只需保存區域內之局部即可 以作為宿舍群之代表 且建造物應原有建材耐久性不佳 加上後續之增改建 支序原有風貿與風籤特色 十一項二十九號為原防火象中新增建築 不屬於原有社區建築 十一項二十一 二十六號為原與家建 不屬於原歷史建築 且未來都市計畫八德路二段一六七項將扣方為十二公尺 亦將被拆除 部份委員意見為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二十五 二七 二八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四 三八 四 十一 十二 四 三 四 四 四 五 四 六 四 七 四 八 五 十號 雖然保存狀況不佳 但就原來登陸理由原籍因妥善為故 一線礦術社群文理具都市發展史以建議未來在保存在利用計畫時與都更融合並存 二 原理保留之六棟得以拆除重建 未來可以八德路商業代串聯 令未呈現整體鐵道 鐵幕局幾乎段元素色須之風貌 應豁大定住土地 並須查清楚傷實與土地與都市文理關係 本天市本案的地及地形圖 藍框維原公告定住土地 綠框維擴大定住土地 紅框是新增四戶歷史建築登陸 橘框維一致保存之歷史建築 本頁是基地長照圖 這頁是調整定住土地後的地及地形圖 藍框維定住土地的範圍 本頁是現況照片 上圖兩張是建國北路一段二十三項 下圖為建國北路一段二十三項 四號建物內部 本頁為二十三項四號建築物內部 這頁是二十三項四號的建築物內部 下圖為二十三項八號建物裏面 本頁是上方是十一項二十一號建物外觀 及十一項二十六號建物外觀 下圖為十一項二十九號建物外觀 右下角是未來一致保存的基地 也就是擴大的部分 這頁是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二十五至五十四號現況照片 有關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翔參復健 一 禮請登陸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二十三項 二 四 八 十四號 為歷史建築 並與歷史建築鐵路舉幾入段員工聯動塾 整合為同意歷史建築 二 您請同意廢止中山區鐵路局基屋斷員工聯動宿舍 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五十號 歷史建築身份及其鎖定著統計範圍 三 您請同意歷史建築鐵路局基屋斷員工聯動宿舍 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 三三 三五 三七 三九 五二 五四一致保存 並調整鐵路局基屋斷員工聯動宿舍定主土地範圍 四 公道事項 一 您請鐵路局基屋斷員工聯動宿舍 二 總類宅地 三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二三項 二四八十號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 五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二 二四 三 三 三 五 三七 三 九 五 二 五 四號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七項 一 三 三 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二號 四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是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建國北路一段二三項 二 四 八 十號 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 五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四 三 三 三 五 三 七 三 九 五 二 五 四號 建國北路一段十七項 一 三 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 二 建築本體 建戶均吳建號建築若落土地為中山區長安段二小段 三 九 三 二 一 三 二 三 三 二 四 三 二 五 三 二 八 三 二 八 三 二 三 二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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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地號等八 五 登陸 理由及其法定依據 一 此須為鐵路局基屋段基層員工集合宿舍 充分展現基層鐵路局員工生活面貌 雖每戶須為未因應生活所需略有整建 但整體建築特色仍保有朋友風貌 遺足可貴 二 建戶分屬日治時期判任官甲總 毒總 丁總宿舍 呈現鐵道戶基層主管之官社建築格局 全區共同保存不同等級之建築類型特色 三 其建築配置為雙並兩棟間設有防火像 且設有防火山牆 由其校弄之配置所展現之臨地關係均深具特色 具保存價值 四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屆登陸廢紙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第三款登陸基準 六 廢紙理由及其法定依據 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 二十一 二十六 二十九號均為後期徵件 不屬該區原有建築庫理與廢紙 臺北二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十一項 二五 二七 二八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十 十一 四二 四三四 十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十五十號 建物依原有建材耐久性附加 加上後續之增改建 失去原有風貌與空間特色 對全區建築之保存產生負面影響 互予以廢紙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機 租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 第三法對基準 五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議 並於審議權益辦後續 好 謝謝 請出租中心的做檢報 好 請 主席 各位我們大家好 我是出租中心執行長張正 我今天率隊來參加委員會的委員會 本案的歷史建築 都會以中章區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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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跟金 案的紀律到以內 那 本中心在101年8月成立之後 既從營建組手上 接手 全力推動本案 北京 並且擔任實施者 主席中心非常有誠意 要修復保存本區的歷史建築 努力承擔 並負責規劃意見後續的營運管理 修復在利用的相關事宜 讓本區藝術建築修復之後 可以有效的修復在利用 提供市民體驗 解錄取幾乎段於 生活綿毛的一個可能的機會 以下 由本中心的洪靜職補長 來跟各位委員做進一步的解放公開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主席中心在這邊報告 好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承判大會 已經有大概說明一下整體的歷程 但我們前面有關資訊的部分 就不再多贅述 下一個 下一個 在90年前登錄之後 營建署就非常積極的 開始要辦這邊的保存文物計畫 所以在100年到102年之間 就委託了這個 邰克娜的王教授 來做整區的一個 整區的一個保存文物計畫 那在 那在102年 文化局這邊 通過的一個保存文物原則 是將原先中間這邊167項 東側的這些歷史建築部分導流 然後部分移租至167項 167項就是中間這個項道 在這個東側的部分的歷史建築 移租到這個西側這邊 讓整個區域更完整 然後也建議說要再增列 加一種關設 然後 這個部分移租的 移到這個八德路 這個八德路臨接 這個面 那除了讓這邊的 除了原來登錄的第一種關設之外 加入加一種關設 讓這邊的關設面貌更多元 那也可以讓這邊呈現更多不一樣的特性 好 那102年當時的這個決議呢 其實是已經經過非常多方面的折衷 不管從地方到這個文化資產 然後甚至是這個相關的一個人事 來共同完成的一個有折衷性的一個 這個保存維護計畫 除了延續商業活動 然後增加這個立建園區的可及性 那大概102年的這個保存維護的原則 移到102年的保存的這個維護計畫來辦理後續 所以目前整體歷史建築保存跟移植的策略 除了增列這個甲乙總的關設之外呢 那在08的路面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留設入口廣場 讓這個歷史建築可以更 在經過08的路二段的時候就可以看見 那在原先建議要這個解構 然後來再修復的這個建國尾路11項這個部分 會原地做一些異項式的保留 那11項會維持原先道路通行的功能 那保留這個東西項目的終身感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做一些模擬 大概就是中間這個 中間這邊是11項 那未來會在這個解構的部分 會留下一些異項保存 那在沿街面的部分則是 在未來的建築設計上 希望可以跟這邊的立件做一些呼應 那這是我們大概有提出來的一些 目前有曾經做過的構想 那現在我們就說明 甲乙總書社文化資產的這個價值 在過我們前幾個月 來這個再重新跟這邊以前的住戶來討論 來整理書的內容 這邊是日治時期就損在的鐵道工具 儲合住宅 那二戰之後 日籍的人員撤離了 那後來才由台鐵局的這些台籍職工 陸續遷入 那大概就是 大概昭和17年就是民國31年左右 這個 這個 的一個 上皮頭豬錯輪鐵道部宿舍 那具有見證 時代的意義 那在甲乙總公社的部分 我們也找到這個原先這個廖先生他的兒子 那那邊我們整理除了非常多的歷史資料 在報告書都有 那請各位我們參閱 那這個廖先生他是民國七年出生 那一路從鐵道局 這個鐵道局的基層員工 升任至華山站的副站長 當時的站長全部清澈到日本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 具有一個意義 那後來也負責這個鐵路 鐵路局運務段 從華山站以北所有的調部 那一直到退休 那這個 有非常多的這個歷史的文獻跟資料 像這邊 各位看這個是昭和13年 他的這個鐵路局的合格證書 那 現況也保存得還不錯 那再來是一種管轍 一種管轍這位陳怡烈先生 我們找到的是他的兒子 那陳怡烈先生是 臺北公商第15屆的畢業生 那擔任這個銀善組 一個組長是退休 那他在退休之後呢 他也曾經擔任這個地方的 復興域的領長 我就是奧萊河定為 目前的這個租倫鼓領長 那 那 下一種管轍呢 在這個 我們經過調查之後呢 目前可以 能保存 能找到資料都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建議說 可以整理這個部分 下一頁 好 再來就是整體評估說明的部分 整體評估說明的部分 整體評估說明的部分 行政登錄我們剛剛有說明過 那再來是建議可以 廢止的部分 總共22戶 那其中藍色的部分是移植保存的 這個未來要移植到八德洛二段 那其他 廢止登錄的是紅框的部分 那在廢止登錄的部分 剛剛在這個檢報說 那個 承辦單位檢報說明的部分 有提到的是有三戶 它其實是針件 在當時登錄的時候 就沒有把它多 針件的部分是在這裡 所以這21號 26號 還有這個 29號 29號是27號 23 31號中間的防火象 針件出來的一個 針件出來一個建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29號它對面這個其實是防火象 所以在限灘時代 大部分委員都有看到這個部分 29號這 所以 那 也謝謝之前文化局各位委員的一個指導 請我們去找出說 移植這六戶 我們要挑選哪六戶 那我們也再重新的 非盡紅黃之力去找到這些住 這個住戶跟他們的後代 不管從一些里長的幫忙 還有這個鐵路局 那 在丁總宿舍的話 丁總宿舍它大部分都是比較基層的員工 像是這個 有這個在運務段工作的 然後也有在基屋段工作的員工 那 其中這個37號 這個可能要掌握一下 你沒有計程嗎 有計程嗎 還要多久 好 你要掌握一下 好 那這個故事我們都有把它列出來 在這個 這個報告裡面下面 那就 在這個 這些人員清出之後 相關的文具 這個文物呢 也在里長海邊 都有做經驗 希望可以對未來做更多的一些展示 好 下一個 那 在這個11項的部分 其實剛剛有提到這個 新的建物這邊 其實已經擋住後面的這個歷史景觀 那廢紙的部分 我們也會一樣 對對對待它也是像歷史建築一樣 不會因為它身份而不在 我們就 用比較不好的方式 我們還是會 用手工的方式 我們還是會 這是三戶 增鑑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鐵底跟增鑑 好 那 再拖寬之後 其實這幾個增鑑就會 變成計畫導入 現在 好 那結論 結論 跟各位委員報告 住戶中心不是開發商 那我們 希望保存 跟維護 這個文資的心 跟各位委員都是一樣的 再修復再利用 股明金編列一千萬多萬去做這個事情 那再來是 廢紙身份 我們登陸兩棟 新登陸兩棟高階 好 謝謝 銀建組也要補充嗎 報告主席 銀建組針對這個案子 我想我們跟住戶中心 其實是非常有誠意來維護 這個地區的利息建築 所以這次裡頭 其實我們把這個原來的丁種建築 我們把它擴大 包括這甲種的利息 這個地區 我們希望讓它整個接鍋 能夠更加完整 整個都市的風貌 然後它整個民意的文理 都更加的這樣凸顯出來 那同時把這個原來是在 整個都市家的這個接鍋 它算是第二排的 另外我們建議委員 如果接受我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把它調整 調整它從這個第一個接鍋 從這邊開始以後 讓它整個對地區這個文化資產的保留 能夠更損 讓所有的市民 能夠更加去了解這個 保存的這樣一個重要性 然後我們如果把這個地區整個重量 這個資產都能夠把它凸顯出來 就會想 今天的這個簡報裡頭 其實也是凸顯出來 營建署 跟住宿中心 對這個資產的一個 維護的一個用心 以上請各位 各位都知道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請這個高里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自民國83年就要開始 擔任朱倫理的里長自身 對於我們歷史的建築 在地的民意 跟周遭的環境的問題 感受相當深刻 第一個 這個按照歷史建築 例如在林國96年 金子幣登陸後 永遠居宿的鐵務局宿舍 所有員工已經全數半遷 現在的環境機關 就是之前是營建所 現在是主動更新 根本沒有人力跟心力的 我們實在呼放 環境現場三萬 文從之勝 呼放放塌 皆有陸軍 這個環境問題 已經困擾黃流 附近居然很緊 有去過 你向文局委員 先進一定會認同 我感覺這是事實 我們辦公室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管理機關的協調 得到答案就是 沒有經費 沒有辦法好好修復 這個案子已經扣太久了 我們已經不耐火了 如果你做出一些改變 我是第一個跳出來支持的 我相信當地 我的居民是認同你們的想法 第二 十一項中西洋式的歷史建築 都是丁種宿舍 我贊成西洋的歷史保存下來 已經足夠代表 人工宿舍的特色 要跟這個宿民的宿舍 跟一個觀點宿舍 定存在一起 那我也支持 我們原來 東側的六部歷史建築物 應該移植保存到 八個部的北側 其一部貨值 那我也支持 我們新增加的 保存23下的 甲乙棗的官司設 這個能夠讓官社跟 樹林的這個宿舍一起定存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歷史 一個賣 第三 102年那時候的保存計畫 會經過再次的居民 跟共識來決定 很多居民都支持文化資產 與都市更新來定存 如果這次文資大會 希望不要推翻102年的方案 這樣會剝奪我們居民參與都市 換為新增加的權利 也會分野到我們所有文資的 改進環境 環境發展的需求 所以我也希望 在你現在 建國北戶實力項目的 因透過東側的民族保存 西側原地來修復 我們打造歷史保存的園區 作為特色景點 市民及遊客人 從八個部經過的話 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的歷史建築物 那東側層出的基地 讓居民與現在的住戶 做都市更新來重建 我們改善環境的破敗 與解決歷史建築 維護困難的問題 希望您創造一個 新舊定層的景觀 與都市環境 希望文化局跟文化局 積極俄金